這麼多位議員 就是7點鐘的時候 去到見了立法會主席梁君彥 我們很清楚跟他講一件事 就是他必須要馬上派律師去到法庭 阻止政府申請一個禁制令 而他也都很清楚地承諾了我們所有議員 就是現在會馬上給指示他的律師去到法庭 去阻止這個政府申請禁制令 而我們剛剛收到最新的消息 就是法官宣佈了會休庭到9點鐘 今晚9點鐘是開庭的 就是說梁君彥主席的律師 是有兩個小時時間去充分準備 怎樣去抗辯 怎樣去阻止這個禁制令的申請 所以我們是充滿這個期望 就是梁君彥和他的律師團隊 是會全力去阻止這個政府申請禁制令 主席在和你們會面的時候 有沒有一個態度是否都是比較積極的 好像你們說是全力的 但是主席是一口答應了我們 就是在7點鐘的時候 他收到我們的指示 他們就是同意 就是主席和秘書長都同意 就會馬上給指示 他們現在在法庭的律師 是會去阻止政府去申請任何的禁制令 那麼我們相信現在律師的團隊 已經是收到這樣的指示 是會阻止政府申請這個禁制令 好 好 幸好他在一開始的時候 他就已經說了 他是stand by 他的裁決 是的 就是主席他跟我們說 就是他今天那個裁決 就是說給那幾個議員 明天重新宣誓 他這個裁決是不會改變 在明天他會是照舊 依照他的裁決是給幾個議員宣誓 而他呢 現在已經是給了指示他的律師 是去阻止政府去申請這個禁制令 梁君賢有沒有說到 就是對政府提出這個禁制令 有些什麼的看法回應 他答應了一會出來交代的 阿文他有什麼行動啊 不是不是 蔡惠你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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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惠你問蔡惠你問 蔡惠你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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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不覺得這個是分黨分派 也正如陶錦珍議員在剛才都提及過 這個我們都在呼籲建制派的朋友 一起去支持梁君彥主席 今次他對於政府這個申請作出抗議 我講多一句 其實大家都知道 大家很多議員和公眾 都對於梁君彥是否能夠 真是做主席這一職 是有一個很大的疑問的 而梁君彥在這個事件上 他不能夠好好把持立法會的獨立性和自主性 他沒有資格去做我們立法會的主席 這個是很清楚的 我希望這一個是他會視為第一個考驗 我們所有人都看著他 是會怎樣去阻止這個禁制令 也都不讓這個行政機關擺法庭上台 跟著就是向立法會施行 我們是不會接受的 所以你覺得是高興是有任何事 是有任何事 和是提到的 請發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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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演 請發出的 請發出的 請發出 to his lawyers now who are waiting in court to oppose the injunction application that will be made by the government and he has promised that he will so give these instructions to his lawyers to immediately oppose any injunction application that will be made by the government and we've just heard that the duty judge has ordered for an adjournment of the court hearing until 9 o'clock tonight that would give the president and his legal team two hours to prepare for the opposition of any injunction application to be made by the government 我有一點點說 我還經常跟政府打官司 我告訴你這件事是非常嚴重的事 有一個律師叫做袁國強 他只有一個客戶就是香港政府 是梁振英叫袁國強去取禁制力 而我們這個立法會主席就要我們這麼多人去告訴他 如果你不反對的話 你可能太遲 我可以講法 梁振英是聚夫禍首 袁國強是他老闆叫他做事 我們現在最慘就是我們要找梁君彥去做事 不過現在梁君彥就答應了 那我們適服以待 我再講一次 梁振英是要袁國強去壓迫立法會 所以他壓迫梁君彥 這個就是事實 這個不只是立法會的事 是香港人的事 是香港三百多萬選民選出來的 一個監察政府機構的事 就是全國人的事 他封信問他 他封信問他 或是行為CE和SJ去做這個 是否覺得他們的政務司法是隔離他 沒有司法 他根本上是特首指示這個律政司 去法院作出一個司法覆核和禁制令的申請 我們當然未看他的文件 究竟他實質的理據是什麼 我暫時看不到的 我暫時只見到他想擺法庭上台 還有是完全破壞三條分 不尊重立法會的自主席 這一個我們作為議員 是絕對不能夠袖手旁盤 所以我們剛才很清楚地跟主席說出 就是如果你真是我們的主席的話 你應該是非常堅定地去 站起你那個判決之上 還有去反對任何禁制令的申請 但程序上 立法會主席已經派了律師去公園 還去阻止政府 他已經派了 他已經是有個律師團隊 現在已經在法院那裡 而他的指示給這個律師 就是很清楚地跟我們說 就是他們會去阻止禁制令的申請 而我們也是充分 認為他是有這樣的權力 也都有這樣的需要去做 我補充一下 今次的這單案件 主要針對的對象 其實是限制立法會主席 輕易監視的權力 阻止的也是立法會主席 這個禁制令的針對對象 就是立法會主席 所以立法會主席絕對有權 在法庭上抗辯 我們要說一句 我最擔心 就是我們說得很白的 我們說 因為剛才 狼和努樓說一句 針對的對象就是立法會主席 所以立法會主席去抗辩 當然了其他那兩位 同事還受到ée sur 都可以去抗辩 但是你記住 那個主力去做抗辩就一定是立法會主席 所以我們說得很白的 甚至有點不客氣 我們甚至很擔心,如果有所謂的假龍通事件 就是說你沒有盡力,或者沒有讓我們看到盡了全部的同方之力去抗辯 那就是你可能是假龍通的 這句話很不客氣,不好意思 我們當然都是這樣說 所以他現在開始的,無論這幾個小時 那時候是很關鍵,要去抗辯,找最好的法律團隊 最好的論據,來做最好的抗辯 來保障立法機關的專業 和他自己所謂行使權力的程序 如果有任何事情被我們捍衛,不是盡全力的 那其實有可能是很危險 我們會很嚴格,很認真,看清楚他有沒有盡全力 來到去打這場官司 因為我們其他人是插不到的手下去的 就是想做都不行,好不好? 對林君彥議員自己有一個信心 這一個我剛才都說了 就是現在就著他不是能夠真的坐正去做立法會主席 現在坊間和議員之間都有很多爭議 我希望他會看這件事視為他一個考驗 如果他在這個事件上是不能夠充分捍衛立法會的尊嚴 捍衛三權分立,捍衛立法會的自主性 我認為林君彥議員沒有資格做我們的立法會主席 我現在的情況哪有一個教育宣誓呢? 但是如果之前很嚴格,說有機會分析的時候 就是他們會更喜歡的同事 肯定那個宣誓的情況有延遲的話 這個問題,我想你問建制派的同事他們要怎樣處理 剛才楊岳橋議員的態度都很清楚 其實這個不只是關乎我們20多位民主派議員的事 這個是關乎所有立法會議員的事 如果你是對立法會還有尊重 還關心立法會的尊嚴的話 我都呼籲所有建制派的議員 你們不要不出聲 你們都要出來去捍衛立法會的尊嚴 OK,Thank you 謝謝